农历7月15号是一年一度中元节 为了准备贡品 普度好兄弟 无论是家庭 社区或是公司都开始大采购 但是祭拜的临时品项多 禁忌也不少 究竟哪些临时是热门选择 哪些水果又不能败 带您来了解 中元节前夕 卖场财卖人潮 裸仪不绝 民众东挑西选 准备贡品 祭拜祖先 普度好兄弟 但选购上得格外当心 否则恐怕触犯禁忌 以共作上最不可或缺的水果来看 有五种水果并不适合 第一就是凤梨 因为台语念作翁来 通常被认为会招好兄弟望来 第二第三分别是香蕉和水梨 同样也因为带有招来的谐音 尤其是三者摆在一起 就成了九粒来 另外盛串的水果像是葡萄 龙烟等 可能会让好兄弟成群结队而来 同样不吉利 最后则是台东农特产 释迦 万行与佛祖的头相似 作为祭品对神明和好兄弟不敬 也因此要避免 至于在挑选普渡的零食点心上 乖乖几乎是家家户户 普渡必备 求好运 求顺遂 另外甜食类与坚果类 也是中元节常见的贡品 不管民众在乎禁忌与否 诚心诚意才是最重要 只要有心 无论神明好兄弟 都能吃得开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